港股来说是否又可以看好 好像未估到 在反弹都会持续多一段时间之下 我看看它去到哪里 你看那个暂时短时间来说 阻力又去到哪里 还有五月如果不穷 是否六月都是不会绝呢 主观意愿当然是不会绝 我觉得都挺神奇 这次五月又有这个抽冠效应 那时候又很担心美国那边收水 是啊 跌到它曾经来到差不多万九点水平 打算都是要穿低的 谁知道竟然可以到最后的几天爆发上来 其实你看形态是漂亮了很多的 你说行指计 因为之前尤其是四月五月跌下来的时候 它真的是一底低于一底 而反弹的高位都是一个浪低于一个浪的 感觉上是一直向下 但是去到五月下旬的时候 这次调整下到两万边 最低去到一万九千八已经跌不下了 那已经叫做底位比之前高了 再抽上来的时候 哇 这次就很快踢穿207 现在还三爬两撥上来 212那些水平 是值得看高一线的 始终我会形容为天时地利人和 那因为A股又做得好 A股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每天都看到了 继续排山倒开出来够 而且最重要是A股有反应 都继续升到的上升 另一边美股又是有个反弹浪形成了 那我们以往的港股经常复在中间就说 总之哪边跌就跟哪边跌 只是跟跌那边 就是跟跌那边 美股和A股可以夹多少 那我想暂时来看都还可以的 但是好像节目开初所说 就是这些位置你要跌的 记住不要加住了 不要太大的注码 因为始终你如果你一万九 就是一万九两万没跌上 没跌的 现在已经来到两万一了 变成了注码继续控制风险 你可以慢慢小注小注地拼 就是有 如果有赢开的 那你就继续运动下去了 你自己选择你心仪股份 继续炒了 暂时都不股顶住了 看回外围的情况会比较好些